接下来出场的是 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是他们家的C位 据说是团宠 知道什么是团宠啊 王大爷 不懂啊 估计一说这样的词 就是这一代的人就不大懂了 C位 C位你知道吧 C位知道 我这不就C位吗 你那是侧位 姑娘老多上来都说 王哥在哪的 王哥 我这是侧位吗 人家8号9号的位置是C位 那是C位 对 感觉这么多年 导演组一直蒙我呢 说王哥你做的一直是C位 好 来掌声有请姑娘收场 就是我的方式 就是你的方式 我要选择单身 全又一倍 相信爱努力爱期待爱 我想跟你谈恋爱 每人都情歌有意我愿意 每人想跟个回家去 小伙伴在放肆 没有什么要求 要的是个性 我的小型 不准备到无对 只求感觉到 为我的 大家好 我叫张悦 来自吉林松原 我今年23岁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是爱笑的小仙女 来找那个霸道的你 谢谢 好 给你王大爷解释解释 啥叫团充 你先别解释这个 你告诉王大的 王大的坐这儿是C位吗 是侧位 老眼祖就蒙骗了我这么多年 那啥叫团宠呢 团宠就是家里人都宠着 然后就是用我老姑的话 就是我要是要天然的星星 我爸不能给我摘那个月亮 是不是 家里人的心头肉啊 组团宠 团宠啊 好 接下来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悦悦的第一个短片 了解一下 我是张悦 今年23岁 在北漂了才三个月后 我又回到了老家 妈 我终于回来了 老师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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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呀 从小就特别练家 爸妈又特别练我 以前在长城上大学的时候 一个月至少要回去两次 在北京做行政的三个月里 我跟我爸妈一天能打好几个电话 每天一下班就视频 这不 为了离他们近一些 我就回来了 之后就准备去长城工作 我爸爸妈妈呢 就是本本分分在家种地 他俩特别能干 每年都能弄十多赏地 农闲时候就去卖粮 虽然我有个比我小六岁的弟弟 但我家是重女青男 钱给我花的最多 活从来不让我干 我爸我妈呀 我爸我妈呀自从出生开始就偏心眼子呀 看我长这么黑 看我姐长那么白 我单眼皮 小眼睛我姐刷眼皮 咋的 你有意见呢 有意见 有想法啊 有意见 有想法 看我长大就比你长得白 他虽然这么说 但他从小又听我的 又照顾我 我俩出去买东西 从来不让我拎着 我妈说去拖个地 她就抢着去干 用我弟的话说 我就是我家的团宠 可能是因为生活太幸福了 所以我特别爱笑 从小人就说我长个笑面 每说完一句话都笑一下 有时候生气了 想板着个脸 忍不住一会儿就憋不住笑了 因为我性格好的原因 所以说朋友也比较多 但都是女生 我们在一起 我是调解气氛的 也是最能闹的 但是只要一和男生说话 那就非常费劲了 那就完了 不知道为啥 跟男生就没话说 甚至跟对象也是 之前出对象 不见面的时候 一天能发两三回信息 见面的话也不多 大部分时候 都是各自看各自的手机 要是他和朋友出去吃饭啊 他去哪啊 几点回来啊 和谁啊 这些我都不会问 我比较喜欢这种相守方式 因为这样是 都有各自的生活空间 也挺自由的 我不粘人 也不喜欢男生粘着我 我家我妈就比较粘人 我爸走到哪儿 他就跟到哪儿 我不喜欢这样 我不磨叽 也特别讨厌磨叽的男生 男生话一多 我就会觉得烦 还有最受不了的一种男生 就是给我发短信 半个小时没回去 不停地给我打电话 我真的是不喜欢这种男生 我比较喜欢话少的 高冷一点的男生 我是爱笑又不黏人的张月 你喜欢我吗 来 八号文乐 我这种算高冷的吗 话少的吗 看着整体还挺算的 还挺像的 咱俩我就是你说的这个 给彼此一个充足的空间 我问一个问题 打比方像我白天 早起来 能给你发微信 起来没吃饭吗 晚上说刚起来 我就会没信了 我说中午问吃饭吗 晚上说吃了 那行了 晚上给你打电话 我说你吃饭吗 你就每天才能吃 那就有事说事没事 我很少就闲聊那种 晚上你要是跟朋友出去吃饭去 你会告诉我 带我我就去 不带我我就回家自己吃去了 这都行吗 你这也行 但是有点 太不粘人了吧 但是整体感觉挺好的 这种状态 就彼此有彼此的空间 其实我还能粘人点 只要附和你吗 你上面不说不粘人吗 那你太优秀了 还多关注关注我 我在这里 好的 二手玩的 还懂浪吗 你家是哪儿的 我家是松原的 松原的 我弟妹趟家就在那 正好一起就能送你了 那感觉好了 王乐你是可粘可不粘 随女朋友 对 我有我的底线 但是可以为了我喜欢的女朋友 底线放低一点 你原来粘 粘到什么程度 我不会粘人的 本来也不怎么粘 不粘 工作的跟他介绍一下 我是在吉林 有一个自己的二手房的一个公司 把了孟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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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我以前冤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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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乐子讲话 我爷舍我那家俩一天时而下午 来到最后一个所得 一拍着我网乐 强热 来 6号 王友财 你好 美女 其实我找对象 我就喜欢找一个粘人的 像踢出皮一样粘着我 我都可乐哈了 因为咋说呢 因为我跟我前情我俩 就是没有粘人的一个细节 就是出对象是不是还可以 后来我俩就是说话 就是没有 就是像别人特别亲密 他管我就挨 我就喜欢你妈那事的 就跟着你爸 我都老羡慕了真的 就我们团的那个 就二婚那个老头老太 五十多岁了 淫老头还管那个女的老伴 还找宝贝人家 我羡慕的呀 我说淫都五十多岁老伴 你说我这二十多岁是 哎 你说这把人整的 就我就特别喜欢就那种 就我天天拿完 我背着走二里地呢 我都不嫌不累 因为我就喜欢 黏着我的女孩 我跟你说 你怎么那么喜欢背媳妇呢 找女 每回都说 找着女朋友就背着 找着女朋友就背着啊 关键是我前期都不让我回忆 关键是我找这种感觉 那年龄你不闹心吗 哎呀妈 我就不年我才闹心呀 我就喜欢年我的 因为年就有感情啊 就是他一年年的时候 他跟你交流啊 就是说白了 那你说要是在一起 过一个五六十年的 一直年着 你不感觉腻乎的吗 哎呀妈 一百年我都年不够 我咋没人挑战 我现在又喜着就喜欢年 越年越好 就拿蛋板回来 那也太优秀了 对 不过真是姑娘 你说你喜欢不黏的 如果老是这状态 你不怕他在外边出啥事啊 哎呀我就感觉 两个人要是心里有的话 就是嗯 就是这也是考上两个人的 那个信任嘛 也不能说咱一直不联系啊 就是假如说都上班嘛 然后中午打个电话 吃饭没啊 或者是干啥呢 挺好的是不是 然后晚上回家出去 溜达溜达打打麻将 或者是干点啥 这不也挺好的吗 感觉 我觉得其实不黏倒是可以 但是不能不沟通 嗯对 你跟这个男朋友在一起 俩人各自刷手机 你说这个两口 这俩人要出的像不沟通 那就是太可怕的事情了 谢谢大家